每一組發給一支淺藍色蓋子的五槽森林興廣裡面裝有我們納豆的樣品 另外一款綠色頭則是無菌水 那請各位同學把無菌水倒入我們的納豆樣品 其實量不需要太多 這時候把轉緊 轉緊每一組會有一台四管震盪機 四管震盪機我們選擇Touch 經過適當時間之後 我們先把蓋子鬆開 每一組發給M-A 它本來是N-B加的洋菜膠 Neutrogen Agar 這是文獻上最常用來培養納豆菌的培養機 在實驗室裡面我們習慣在側面會加不同的色調 例如這次我們編碼是用兩條黑色當做N-B 在實驗室我們有MRS TSA PDA等等的 這樣子做一個色碼辨識之後至少可以減少一些錯誤 好現在每一組都有酒精燈 再次提醒使用酒精一定要小心安全 我們每一組的話會有一些編號 假設阿圓是第九組 酒之一、酒之二 我們編完號之後 先燒紅 請記得我們今天的任務是要從納豆裡面分離出單一菌落 那我們這次不選擇特別用培養機或者是鑑定的方法 因為我們試同它是大量的存種培養 好讓它稍微冷卻之後 我們先塗酒之一 好取一點樣 用我們上學期所教過畫Single Colony的技巧 你可以用三刀法 或者是用一簡體系的畫法 那剛好阿圓有兩盤阿圓各用一個 先在表面降溫 準備畫第三刀 如果各位同學忘記 畫Single Colony的方法 可以回去找阿圓的YouTube頻道 上面 上個學期阿圓都有上傳 好 這樣子完成三區 好 9-2 9-2是阿圓看到很多一點體系他們的畫法 效果也蠻好的 所以鼓勵大家畫法不需要只學一種 好 先用手稍微震盪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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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完成 每一組我會把各位畫的培養皿分成兩大區 一區正常培養 一區在培養之後 適當的時間會送到60度C 培養15到30分鐘 讓它感受到震撼以後 讓它形成包子會有殘包反應 我們下次就來進行一般染色以及包子染色